一对夫妻正满心欢喜地看访 结果一进门 就闻到了一股烤肉味 中介解释说 是邻居家飘过来的 可下一秒 就发现了烤肉味的来源 确实是烤肉味 只不过烤的试人 很快FBI赶到案发现场 除了床垫子被烧漏 混着尸体的灰烬外 桌上还摆着一个少了一脚的蛋糕 蛋糕上插有蜡烛 不思第一反应走了过去 没成想 这大不一脉的动作 直接把尸体的手指震碎了 小谷连忙制止 并找来发胶 给剩下的手指定型 众人这才敢喘气 根据现场这情形看 不思初步推测是电流引起了自然 很快整张床被搬回了实验室 通过尸体的姿势来看 着火后没有任何挣扎 说明他当时昏睡过去了 杰克也认为这是自然现象 他推测 一个体格肥瘦的人醉酒回到家 点了根烟就睡了过去 而烟头点着了睡衣 死者整个人就跟蜡烛一样 睡衣是灯芯 而他身上的脂肪是燃料 这种现象被称为灯芯效应 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案发现场 其他地方没有着火 然而卡米尔送来的报告却显示 死者没有嗑药或醉酒的迹象 也就是说 死者在被烧之前就已经领了盒饭 看来这又是一起蓄意谋杀 检测死者唯一完好的那只脚后 基本可以确定是女性 因为她患有肩膜端病和足底筋膜炎 这是长期穿高跟鞋所致 而且毒力检测中也有较高的瘦素 说明死者比较肥胖 另外 在那只用发胶定型的骨灰手上 他们发现了一个小伤口 或许这是死者防卫时造成的 此时杰克化验了案发现场的 那一滩橙色液体 发现那是一种非常适合做灯芯的布料 安吉拉用计算机色卡系统 对比了准确色度 结果查到一家商场的工作背心 小谷当即通知了布斯 此时布斯正和他祖父在一起 于是带着祖父去商场拿到了员工资料 死者名叫小梅 但奇怪的是 小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肥胖 反倒是非常瘦小 如果说他减肥成功了 那么现场多出来的骨灰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个女人躺在床上 被烧成了灰烬 检测出来的骨灰却有380磅 然而死者小梅只有120磅 多出来的260磅则说明 小梅身边还躺着另一个人 根据河谷可以看出 另一位死者是名男性 那么他会是谁呢 很快 小梅的室友被传讯 得知小梅的死 室友非常伤心 他们两人相约一起减肥 甚至还立了一个约定 如果有谁减肥成功 那么另一个人就出自让他去旅游 但对于难死者的事情 室友并不知道 小梅身边并没有特别的男人出现 不过他经常会去一个酒吧 和一些男人见面 那家酒吧非常奇怪 里面的人很变态 一般瘦人才会去 他们会渴望接触旁人 甚至还会触摸 室友去过几次之后就被吓到了 后来也没再去过 那种奇怪的地方 室友避之不及 而小梅却非常喜欢 或许另一位死者便是酒吧的人 实验室这边 组员们把所有梅被烧毁的骨头清了出来 分成了男女两边 再利用整理出来的骨碎片 配合受热后 骨头会萎缩20%的规律 建模出了男性死者的身体 男死者体重260磅 身高5.5英尺 根据这些特征 确认死者身份时就能缩小范围 此时 小甜甜也分析了小梅是有提供的线索 她推测小梅之所以去那个酒吧 是因为她有练胖情节 当自己瘦下来后 对食物的渴望不会瞬间消除 所以只能通过为别人食物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这也就能解释 案发现场那块缺了一脚的蛋糕 或许一切答案就藏在 那个奇怪的酒吧 这是一家非常奇怪的酒吧 来这里的都是兽人 他们都有炼物品 喜欢触摸胖人或者喂别人食物 以此来满足自己 很快不思量人赶到酒吧 酒吧前台一眼就认出死者小梅 她的确是这里的常客 最近一直跟一个叫阿伟的男人有接触 她还给阿伟买了最爱吃的蛋糕 根据前台的描述 阿伟的体型非常符合安吉拉的建模 与此同时 实验室有了新发现 在那个床垫加层中找到了一个铁环 这说明小梅能减下来 是通过减肥环手术实现的 而且这个手术还是以室友的名字进行的 画面一转 室友再次被传讯 得知这一切的时候 室友非常生气 他当时借给小梅医保卡 是因为他身体不好 没想到他竟顶着犯法的风险 偷偷做了减肥手术 更令人气愤的是 小梅还因此赢了两人约定好的减肥比赛 拿着室友的钱去夏威夷旅行 这脸皮的有多厚 此时小谷发现 在骨头裂缝中有一种松香 经过检测 松香内含有锡和石碳酸成分 也就是木头 所以凶器是块木头 很可能是床头上的装饰物 案发现场的那张床头 就少了两个装饰物 而死者小梅手掌出的伤痕 正好与装饰雕像的鼻子非常吻合 看来这就是凶器了 警方很快在房东家搜到了那两个雕像 证据却凿下 房东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是个技术精湛的木匠 妻子去世多年 这些年来 他一直想念着妻子 突然有一天 在房子租出去之前 他回去了一趟 结果发现 租客在那张床上打扑克 这让房东觉得自己神圣的爱情被玷污 于是一气之下就杀了两人 可悲的是 他用来杀人的武器 却是他与妻子爱情的象征